聽那個地產吹水佬介紹到 說在Toronto的地產非常之好 既然我批評到他是一個吹水佬 他也有些猜中有些猜錯 這裡可以讓大家出來講一下 他說選屋怎麼選呢 一定要有田園美景 田園美景啊 是不是真的需要田園美景呢 如果你在Dowtown買一個condo 正如他所說的 當時叫人去雍景豪城 雍景豪城何來有田園美景呢 有在Scarbo也不行 Scarbo 我初初去的時候 都有些空的地方 有些空的地方 譬如 沿著Makniko 都有小小的地 Steel 那個頭 就是 Scarbo 和Makniko之間 被Steel隔開的 那Steel以北呢 在Makniko那邊 有時候有很大的墨田 有時候 現在說二十幾年前 一大片墨田 跟著幾年之內 那片墨田已經不見了 如果你說 喂 我在那裏 買一間新屋 就是對著墨田 那你就死定了 又何來有田園美景 所以這些 也是廢的 如果真的有田園美景 你唯一就是 選擇政府 要保護那些 那些 那些政府 那些政府 要保護的 或者根本 那個Wawin Knot 後面就是 一條河溪 喂 大佬 那河溪 一發到水上來 那個 那個河平線 那個河水線 會走上來 那就算了 那些人想建屋 都建不了 那你就有田園美景了 然後 第二樣 就說 要有廣闊的戶外空間 那這件事 除非 你真的去到那些 很窮鄉僻壤的地方 如果你說 整個往事都不行了 今天 我二十年前 我記得我上班的時候 開車 開了收音機 永遠就是 有一個新聞的 就是說 旺市的政府 是 向你招手 叫你們 搬進去 做生意 搬進去 做工 這樣 向人招手 那時候 旺市是 很便宜的 很划算的 但現在旺市 已經是 追上了 東南圖 已經 跟著 他說 有一個圖子的設計 漂亮 這些 老生常談 不需要說 安全 要安全 說得通 說得通 他有一件事 很奇怪 他說 最好就是要 共管 剛剛跟我的主張 也是相反的 如果你是聽我的節目 我是從來都是批評共管的 你再 將來再聽多些 因為我連共管拍文的 的那個什麼 選出來的其中一個 director 我都被人選出來 我也處理過很多事情 有機會再說 所以他說共管是好的 我在這裡說共管是不好的 那住的屋子 就是要 有high-tech的成份 那這件事 說得挺好的 那好像 好像現在 那些屋子 當然要 有光纖 是不是 或者本身 走光了 電線 走光了 那些 電線 電線 做好 還有有 CCTV 在外面 外外都可以看 知道 我正在發生什麼 是對的 好了 講到這裡 要休息一休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